朋友们好 很高兴隔了这么长时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跟大家一块儿进行这个 麦子学院无人机的这么一个 线路式课程的这个先导课程的学习 那么从这以后呢 我就跟大家一块儿学习这个无人机相关的这些 基础的相关的知识 那么这个课程呢 不会跟大家上来就讲这个飞机怎么飞 因为这个 把飞机飞起来的话 这个隧道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怎么飞飞机之前的 这个事情统统在这个课程中解决掉 然后后续的我们会有课程 继续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和学习 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行的这部分内容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刚接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我是很兴奋的 这个我想我这个 当时陈老师跟我说 这个讲课的时候呢 可能要用这个物联网的这个开发版 然后呢 后来又跟我说这个物联网的开发版呢 都已经卖光了啊 因为这个销量比较好嘛 然后老师手里边也没有了 所以呢就说给我买个飞机 让我去讲飞机行不行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内心是无比兴奋的 我在琢磨着这个无人机这个课程 如果用飞机来讲的话 难道是使用这个 我寄予了很久的这个大疆的精灵寺来讲吗 这个精灵寺有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视频避障啊 你开着飞机撞向一棵树的时候 当这个飞机靠近这个树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躲避这个树啊 完全撞不到 然后后来呢 我问他是不是这个用精灵寺来讲这个课程 程老师跟我说 不是精灵寺 不是精灵寺呢 我这内心的稍微失望了一点 然后呢 我说那不是精灵寺的话 难道是这个精灵寺 也不错呀 因为我自己手里边是有一个精灵二的 这个买来玩的嘛 航拍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程老师说 也不是精灵寺 我后来想 难道是精灵二不成 然后他说啊 我已经把飞机买好了 记到你的地址了 然后拿到飞机的时候 我拆开一看 是这样的 然后大家就知道 我内心当时的想法 我内心当时就已经崩溃了 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 当然了 虽然说我们这个 课程使用的飞机比较小 但是跟大疆没法比 它整体的体积还不如大疆的遥控器大 但是呢 它也能给我们介绍一些 无人记忆必备的这些算法 还有这些控制相关的基础知识 那么这对我们新人来说 新的学员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基础不达好的话 你直接拿一个大疆的飞机拆开 然后学 我觉得基本上你能学到的内容是非常少的 因为大疆那个飞机 我之前好奇无聊也拆过 那里边非常复杂非常精密 如果你不把这些基础的东西掌握好的话 那么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课程 你肯定是学不好的 好 我们这个课程有两个要求 因为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半个项目课程 所以呢 我不会讲太具体的基础的内容 当然我讲都是无人机的基础 所以要求是先修课程有两门 一个是这个STM32戴听机的这个使用 还有就是思议员程序设计的过关 大家如果很喜欢无人机 然后又基础可能相对比较薄弱的话 那么我建议大家去先听一下麦子随便的这个签讯式的课程 那里面对STM32还有签设师的各个方面呢 都做了一些算是比较全面的介绍 还有一些思议员的相关的课程 我在这个公开课里面都看到过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基础薄弱的话 先去学习这部分的内容 然后再回来看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先导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内容呢 主要是这个首先是介绍这个STM32103C8T6戴听机的这个使用了 因为我寄给我这个飞机上用的就是这个代评机 所以我没有无联网开发版 那我没办法去讲那个F4系列的了 当然我介绍到这个开发平台的话 它是可以开发F4起来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呢 就与我们最开始这个商定的这个客纲呢 略有差异了 后面也会讲到一些 它这个飞机上有一些资源 比如说WiFi模块 这个无联网开发版是有 但飞机上没有 那么我后面会从淘宝买的模块 给大家讲这个内容啊 不用担心 然后第二个内容就是介绍这个Eclipse 跨平台开发STM32单品机 我们是使用这个扣完数的开发方式 可能在我们这个物联网这个课程中呢 有些老师是用这个接生器方法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开发STM32单品机 这个方法呢 我之前也是用过的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实验证明呢 扣完数法虽然它是很高效 编译的代码也很小 但是它这个维护的 这个后期维护的这个代价太大了 你要改一个东西的话 还得先去查这个STM32这个计算器手册 然后呢 再去看你程序里面改到哪个位 然后再进行操作 反正是很执行起来很高效 但是你改起来的话还是很困难 所以我建议大家初学的时候 还是用扣完数比较好 因为这个计算器法最开始就是这个刘军 正点原子他提出来的啊 我也看了一些他的教程 扣完数法的话也是很不错的 计算器法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它后来正点原子呢 因为大家这个学员的呼声比较高 它又推出了这个扣完数法 所以可见这个扣完数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计算器法大家可以作为了解 作为深入了解一款单片机的这一个教材来用 但是扣完数法呢 我觉得开发的时候呢 它减少你的开发周期 并且减少你的维护费用 那么STMX2单片机呢 它自身的内存又非常的大 所以我不在乎用扣完数法 编译出来的效率低一点 不要紧的 然后我们会介绍这个跟飞机遥控相关的 因为我们这个飞机 它一旦飞走之后 它就不在我们手上了 也不会受我们这个雨晕的控制了 你想让它干嘛它干嘛 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些常规的这个 眼前控制的方法 比如说WiFi啊2.4G啊或者是蓝牙啊 当然蓝牙我们这个物联网上没有 但是飞机上有 这个课程讲不讲的话 后续我们再跟Mets商量 至少这个WiFi和2.4G肯定会讲的 然后这个飞机的姿态控制是这个MPU6050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哎呀陀螺仪了 然后它里面还有三轴加速剂 这个芯片还是比较生猛的 那么姿态控制我们就是用这个芯片来讲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些这个电机控制相关的这个PID算法 然后还有直流电机的这个调速啊 转向啊这些等等这些控制 因为这个飞机上和这个物联网卡拉板上 都没有这个电机转速检测的这个模块 也就是说这个马表或者说转速机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讲的一个速度控制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要去借助一些其他的模块或者平台 但是这个基本原理会跟大家讲清楚 然后这个课程中呢 因为是嵌入式的课程嘛 嵌入式它从软件到硬件到一些小的APP 它是不分家的 这个嵌入式系统是很暴露万象的系统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会用到简单的这个Python程序 或者手机APP啊 这个呢不做重点介绍 但是会用到啊 然后这个相关的Python这个课程呢 我之前也讲过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好像是Python开发PureQt 那里边讲过一些这个Python跟嵌入式单片机 呃交互的一些内容 然后手机APP的话 这就是纯为了跟大家呃 验证一些这个通讯的东西 而开发的临时开发的 这个机面比较丑 但是能做到基本的通讯功能 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无人机啊 无人机一般都是这个四轴遥控球飞机 当然也有直升机 就是前面一个大的螺旋桨 后边尾坠有一个调平衡的一个小螺旋桨 还有多轴飞机 多轴飞机的话六轴八轴 呃再多轴都可以 他走越多他飞的越稳 但是控制起来越麻烦 因为你电机太多了 呃他这个遥控了一般都是WiFi 2.4G或者蓝牙最常见的呃蓝牙的话遥控距离可能就十米 啊穿墙能力也比较弱 2.4G的话比蓝牙强一点 然后这个WiFi呢 加个中机器之后可能穿的就比较远了 一两百米都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辐射也会相对的偏大一些 然后这个无人机他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摄像头嘛 啊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无人机都是航拍一些风景 或者是飞起来自拍 所以他这个摄像头视频采集是必须的模块 然后他要飞起来飞在空中的话 他一切感知全靠传感器 那就投格罗仪GPS气压器加速器等等这些承感器 啊没这些东西 这飞机飞起来之后基本上是属于失控状态的 然后电机呢要求调速性能非常好 所以呢多为直流电机 有些同学开始跟我说 哎老师我买的这个无人机 他说他用的是空心杯 空心杯从电机的这个 呃属性分化上他应该是算直流电机的 啊一般我没见过 无人机用这个不进电机的 因为他这个调速不太好调 所以呢这些都属于无人机的这个 不都属于直流电机的这个范围 不管他这个电机形状怎么变 是这个电书是呃永磁铁的 还是这个电书是非永磁铁的 就是这个呃电磁铁的这种等等 他都算这个直流电机的领域 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搞清楚 那我们开发环境的搭建呢硬件平台主要是这个曼此学院物联网开发版 啊多数这个曼此学院都有了 当然呃我比较穷我没有这个哈我思维我就只能用这个 呃曼此学院给我配的这个 Butterfly无人机呃教师用的 但是不强制大家购买 我在这个上面讲的模块呢 大家可以移植到这个物联网那个F4上面去啊 这个我移植的话也是比较简单 然后如果你什么硬件都没有的话 你就只能光听听了 光听听的话也会有一些收获的 这个软件平台的话呢 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软件平台我们用的是Eclipse叫GNUARM插件 加上这个GNUARM EclipseWindowsBuild2啊 后边这个只在Windows系统中用就可以了 这个Linux和MacOS都用不上这个 因为这个Windows系统他没有这个MakeFile这个工具 所以要装一个这个WindowsBuild2 就是我们用的是GCC嘛 GCC的话他是用这个MakeFile来编译的 然后这个Glink驱动啊 定好了啊 不要安装别的版本 就是4.9.6.F 4.9.6.F 那么我们用这个软件平台开发 是因为这个 它是开源的也不用破解 而且效率的话也还可以 因为我没法 作为我在这个科研单位工作 我没法上来跟大家在这个 麦子学院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场合 跟大家讲这个KL5的这个 安装和破解 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我们版权的要求非常严 并且我自身开发的时候 KL和Eclipse也都用过 我觉得还是Eclipse相对要好一些 开发也快一些 KL的话它 虽然大部分人学单片机的时候 都是用KL入门的 但是你慢慢的就会发现 有些时候KL是不能满足你的需求的啊 相反是这个Eclipse 这些开源的东西相对还好一些 并且这个GNU和GCC这些编译器也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优秀的编译器 我们做签证式开发的时候 如果没用过GCC 你说出去你都不好意思说 然后操作系统的话 因为我们用的是跨平台的这个 刊源的这个 IDE 所以呢 它在Windows Linux MacOS上都可以运行 我讲课的时候用的是MacOS 大家不用担心 你们用Windows 或者用Ubuntu都可以 那么这个街面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三个平台上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这个顾虑 好 我们来进入这个演示环节 看一下这个开发环境的搭建和工程建立 以及修改这个延时函数